曾用暴君形容中国国家主席 说话一针见血从不怕得罪人 今年高龄82岁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世纪副总统之后 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 说是当今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也不为过 但一脚踏入政坛前 这位铁娘子可是位全职妈妈 出身政治世家从小家境优渥 少女时期的裴洛西气质出众 曾有外媒称赞外貌宛如传奇女星 奥黛利赫本 没上刘海刮子脸颇有赫本的亲历气质 不止外貌相像骨子里透出的坚毅也 不出一策 挥别在家相夫教子的生活 1987年 46岁的裴洛西进军政坛 顺利当选议员 2003年更坐上议长大位 靠的不只是雄厚的家庭背景 灵活的政治手腕握旋能力 获得两党高度认同 纵横政坛述师在 佩洛西处世袁华更敢爱敢恨 曾因反对出兵伊拉克不惜与小布希杠上 更不留情面手撕川普国情滋文 这火爆浪子般的个性 不止美国总统们 中国也曾领教过 拉开手中准备好的黑色布条 悼念天安门亡魂 1991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两年后 沦洛西与另外两位议员出访中国 在天安门广场给了北京 这个惊喜 2009年为人权发声 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 还请手地上呼吁释放政治犯的信函 如今铁娘子再度出征亚洲 也难怪中国戒胜口惧 三里新闻缓声报道